在修行过程当中 所有的现象是什么 是来给我们表发的 善财通子 为什么一生圆满成佛 善财通子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 因为你看我们这一品德尊不贤 敬重的学人 修什么法门 修普学法门 普学法门修的就是清净平等修 那五十三餐是怎么回事 学了要回用 何学何用 五十三餐就是我们从早到晚 你早晨起来 张开眼睛 看到外面的境界 从早到晚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你出世待人介无 你看到这 这就是五十三餐 这五十三位菩萨代表 男女老少 过行过夜 都在你面前表演 看你在这个地方修什么 修如如不动 怎么个修法 抓住一句阿弥陀佛 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 什么都没有 外面的境界呢 也通通都变成阿弥陀佛 善人 阿弥陀佛 卧人 也是阿弥陀佛 畜生 也是阿弥陀佛 卧鬼 也是阿弥陀佛 地狱 也是阿弥陀佛 树木 花草 山河 大地 通通是阿弥陀佛 恭喜你 你成佛了 内心 阿弥陀佛 外面境界 全都变成阿弥陀佛了 静随心转嘛 我们为什么转不过来呢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讨厌 转没转过来 你还是反复 真正学会了 人人都是善财 人人都是一身圆满臣佛 尤其是尽足 不得了啊 就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善财童子教我们 何学何用 华严经 有圆满的理论 有周密的方法 这些理论方法 如何用在生活上 如何用在工作上 如何用在厨师待人借屋上 这个借屋 就是对待树木花草山后大地 对待啊 各种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 全用上了 那个人就真会了 像中文里面 老师常常看厌学生 会吗 会了 全用上了 会了 否则的话 学是学了 没用上 日常生活 还是烦恼习气 当家做主 那就没法子了 没法子慢慢来 总有一天 你学会 现前学会的人 说实在的话 也不是他一身学佛 一身学佛 哪有那么快啊 哪有学了 马上就用上了 至少 十世以上 十世是最少的 你过去身中 学佛有十世 你才有这点善根 有这么一点福德 学了 懂了 真懂了 明白了 回用了 用在生活上 你怎么会不快乐呢 发息充满 长生欢喜心 就这个道理 学佛如是 学世间法也如是 中国世间法 以孔孔子代表 孔子孔子也了不起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 他懂得 把所学的完全做到 那个习就是做到 也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 厨师 在人间 他做到了 所以他快乐 那个月是喜悦 喜悦可不是从外面来的 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自信的喜悦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这一段的意思 很深 他不需要 而其心动力